一词经中种种交解 端正身心 植物修善 发菩提心 一向专利阿弥陀佛 横身四足 语言证不退 才是真正净佛业 净与佛者 这个净字都难了 那磕头顶礼 不算是净 那是净的外表 真正发行念佛求神进度 真正往生 语言证不退 语言证不退 就是阿弥陀之谱 这几句话 由钱而生 循序渐进 首先 是经中种种交解 要读经 要求解 经理字字句句什么意思 要不得搞清楚 搞明白 然后就真干 真干首先 断真 神要断 心要真 从最前行来说的 断身要有礼貌 现在人理没有了 身不断了 心里面有妄念 心有妄念 心就不振了 我们老祖宗 决定不能够侵蚀祖宗 小看了祖宗 现在人这个毛病很普遍 认为老祖宗不如我们 老祖宗点油灯 没有电灯 老祖宗出门 牛车马车 哪有汽车这么方便 认为老祖宗比我们差很远 错了 大错特错 老祖宗比我们聪明 比我们有智慧 为什么 老祖宗他们确实 断真心心 知悟修善 我们做不到啊 我们身不断 心不振 标准在哪里 四书里头 大学一开头就讲了 各无致知 诚意正心 要怎样 要怎样 真心 前面有三个条件 从哪里开始 从各无致开始 物是什么呢 物是欲望 割是格斗 就是说 你要跟你自己欲望 去打一仗 要把欲望打败 你的五就割了 人要没有欲望 各无之后 知知 你智慧就生起来了 你有欲望 只有烦恼 哪有智慧 清净心 神智慧 这各无知知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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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诚心 才露出来 真诚心 起作用 真诚心 这不是佛说的 这是我们老祖宗说的 说得很详细 只要有自私自利 还有明文力 心就不真了 心不真 神就不断 神学再多的规矩是假的 装目作样 不是从诚意里头流出来 那真正有德行 有学问的人 一看就看出来了 装的 不是真的 这四个字 断真神信 你才能指我修下 不但我的行为没有了 我就念出没有了 你多自在啊 多快乐啊 对人 对死 对物 一片真诚 一片 纯善 这个做人 做到圆满了 可以了 然后叫你发菩提心 你就可以修复了 前面都是讲的做人 人做好了 可以修复 发菩提心 那菩提心是什么 就是经体上讲的 真诚心 清净心 平等心 救物的心 慈悲心 这是福利 那我们在这个经上 讲了五个 真诚 真诚 清净 平等 慈悲 正觉 这五个 真诚心 是菩提心的体 本体 都是从它流出来的 清净 平等 正觉 是自受用 对待自己 慈悲心 是对的别人 对别人 大慈 大悲 对自己 要清净 平等 要救 实在是 清净 平等 就是 三学 三会 三学是 接听会 清净 是接 平等 是定 就是会 三学也是三保 清净 是深保 平等 是法保 就是 佛保 佛法身 自信里头的 不是外头的 你要把这个 发出来 从这个基础上 也想专念 阿弥陀佛 这真是功德 我们就没有念佛 前面六都没有 所以我们念佛的功夫很浅 不能感动佛 如果照前面的统统都居住了 从 从端正身心 直入我修善 发布地 那 你就像佛在经上讲的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佛 你念佛 跟佛相应 跟佛相应 就会把佛念来 佛在你面前 现前 恒生 事 就在我们这一生当中 就能够超越 三界 二十八三界 超越 这叫恒生 就往生到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 就远等不退 这一句话 特别重要是个语言词 我们知道三种不退 为不退 徐托华就正到了 决定不退到三个道 徐托华没出六道轮回 他生活在人道跟天道 就是正年道 轮转 不到 没有三个道 我也不退 第二是行不退 菩萨 他决定不会退 决定不会退到小镇 第三是念不退 法身菩萨 念念去向 无上菩提 他没有第二个念头 只有一年 希望能够去如 无上 真正正正就 我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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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事 我俩 我俩 我俩